面對媒體喊話沒有回應 副總統賴清德二十二號來到南投 不只參訪觀光工廠 也為了參加民進黨主席補選 舉辦證件說明會 但民進黨在十一月二十六號的九合一選舉慘敗 只拿下五個縣市 就連延後投票的嘉義市長選舉 也是大敗首場 除了基層黨員大聲提出檢討 更有黨公職炮聲隆隆 把矛頭對準黨中央 不只聆聽黨員新聲 賴清德也和基層互相加油打氣 另一頭衛福部前部長陳時中 也在新莊出席新北市小英之友會參叙 被問到會不會立挺賴清德 擔任黨魁這麼說 民進黨主席補選賴清德同兒競選 陳時中卻似兩波千金 沒有明確表態 未來日園內部在慘敗後 是否能夠團結給了外界想像空間